好 我們都知道說 美國沒有辦法跟核武大國 來進行開戰 要管控分歧 所以他不敢跟俄羅斯開戰 當然也不敢跟中國大陸 正面開戰 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為什麼不敢跟俄羅斯開戰呢 最近新任的俄羅斯的防長 也跟美國國安部長 奧斯汀通了電話 這是奧斯汀想要找俄羅斯談的 兩國防長首次通話 美國強調要持續溝通 真的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因為看起來戰爭在升級 這主要是發生了克里米亞事件 克里米亞因為烏克蘭使用 美國的AT-ACMS的這個武器 俄國已經不再容忍 那我們已經前面有講 俄國有普丁的發言人 有特別強調 他說不要忘了普丁說過一句話 就是我們會提供必要的武器 給美國的敵人 這一句話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禮善往來 以牙還牙 你美國把這種精密的武器 提供給烏克蘭 而美國認為 這麼精密的武器 能夠使用一定是高技術的 這種高技術沒有美國的引導 沒有美國的指揮 是絕對打不到這個克里米亞的地方 那天是打了五枚 俄羅斯成功攔截四枚 有一枚其實也算半攔截成功 把他的方向打偏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他空爆 所以他空爆以後因為是急速炸彈 所以那些炸彈就這樣灑下來 像雨水一樣這樣灑下來 造成了很大面積百多人的傷亡 俄國人無法容忍 所以美國很擔心 俄國把這些高超音速的導彈 提供給例如說像朝鮮 古巴 或者是給珍珠黨 給伊朗 或者是給伊拉克敘利亞 或者是給胡塞組織 如果胡塞拿了這個武器 去攻打美國的航母 那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兩國的防長 要開始通電話 管控風險 我想這個對美國人來講 他知道這個事情鬧大了 他必須要管控風險 可是電話通歸通 但是對於俄國人來說 有仇是必報的 等我報完仇再說吧 那所以我相信 那麼俄國一定會說我會報仇 然後你睜一眼閉一眼 如果你干涉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直接對你了 對 所以俄羅斯真的 不會跟你開玩笑的 所以你要威責中俄真的是很難 中俄都有相置 都有各自的底氣 尤其中國大陸發展 軍武這一塊 有的時候真的彎到超車 像是六代機這一塊發展得很好 美國以前是看清中國大陸五代機 就沒想到殲20出來了 就你F22自己自攻了 沒有辦法再量產了 好那中國大陸的六代機這一塊 美國也很關注 最近Defense News就提到了 其實王海峰他之前也有提到六代機的戰機 說中國大陸2035年會準備好 要保護海空的戰機 他是航空工業子公司的總設計師王海峰 說到未來會有人無人的這種戰機 AI應用 提升隱身 還有全方位的感測器 這就是六代機要研發的 美國這邊也有說 說中國大陸設計的方式跟美國非常的相像 那更別說之前中國大陸對他很瞭解的這一個專家 他就提到說中國大陸的六代機 已經立向了 而且要追求六代機這一塊 中美其實不相上下 這之前曾經被看過的樣子 但是這個美國國防大學的所長馬偉寧說 現在嗎 現在可以嗎 不行啦 可能要20年後 20年後才可以 因為他提到的就是發動機的技術 都是中國大的罩門 我覺得美國的評估有的時候會失準 因為中國有個政策 就是量產一代 然後研發一代 然後預言一代 所以中國是事實上是三代間在走的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我們看到 殲20已經是在量產了嘛 那量產當然就是新的一代事實上是預言 那也就是二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已經在預言的那一代 現在已經進入最後十年的階段了嘛 那就是六代機了嘛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殲20 事實上是十年前的時候 就已經在就已經開始在進入 這個立項開始在做了 但是嚴格上來講 再往前推十幾二十年前 到二十三十年前 其實就已經是預言了嘛 這個才是一個概念嘛 是啊 對不對 好 那當殲20在量產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可以估計 第六代機應該在十年後 因為過去一代機是二十年 過去確實是如此 可是問題就在於 現代的科技由於它的節奏速度太快 所以我們一代機的時間 從過去的二十年 現在縮短到十到十五年了 對 就不能夠再用二十年的概念了 那也就是說當殲20在量產的時候 各位觀眾朋友 您知道這個六代機 其實也就是十年後 就準備問世的時候 而很有可能會在過幾年的時候 它的原型機就已經開始出來了 對 因為原型機出來 開始做各種測試 也要很多年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 殲20它測試多少年 後來到六架 對 對不對 到各種不同的 黃皮機 黃皮機六架 然後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然後演練那個測試到 它完全成熟 都經了起考驗了以後 才開始建築量產 是的 那您覺得 很有可能在五年左右 這個黃皮機 第六代機的黃皮機就出來了 OK 所以就是賴老師意思就是說 最快有可能五年之內 你就會看到中國大陸的 這個六代機出來 原型機 原型機出來了 就出來了 不像你美國說 哎呀發動機不行啦 至少再等二十年啦 你怎麼知道中國的發動機 不會突破 對啊 你怎麼知道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 涡汕15就已經 已經裝上了中國星 上了殲20 而且比你的F-25 對 F-22跟F-35速度還快 對啊 所以就已經彎到超車 然後你還好意思說 中國大陸這個發動機 不行啦 是你的罩門啦 這罩門是曾經的罩門 現在早就已經突破了好嗎 那更別說中國大陸 最近也已經怎麼樣了 看到了就是雙座版的殲20 殲20我們現在這個雙座版 看到還是黃皮機 所以它即將也可能變成了 刷新了這個灰色的嘛 雙座版很重要 很厲害 雙座版就變成空中指揮機 對 空中了機 指揮空中了機 因為一個在前面駕駛作戰 另外一個根據 它所蒐集的戰場情報 再加上空中預警機 然後它透過後面的那一位 電戰機的駕駛 它把所有的數據 跟其他的療機分享 這不得了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 當時殲20 從單座要走向雙座 就是因為它的作戰的性能 要改變嘛 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是 那現在已經看到 這個原型機已經出來了 那就代表什麼 已經進入量產不遠了 對啊 所以呢你不用呢 這個低估中國人的智慧 我們是比較謙虛啦 那這個出來的話 真的是會嚇死你的 所以那美國當然有提到說 中國大陸 六代機會有兩種模式 在人型跟無人型 沒錯啊 有可能是指揮中權療機 這一段 是感覺你判斷是正確的啦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那個中國大陸現在強大了 所以不敢跟 那個 美國不敢跟中國大陸 真的正面硬剛 所以你發現說 美國啊 這個航母 在菲律賓最需要的時候 它也跑了 雷根號 羅斯福號 在最需要的時候呢 通通都不在菲律賓旁邊 其實6月13號的時候 他本來一開始前面 6月13號以前呢 他還在南海 6月13號就從巴士海峽離開了 你看他已經到哪裡了呢 到了南韓 要參加 釜山嘛 要參加演習嘛 所以呢他早就沒有 靠在菲律賓那邊 那你菲律賓你要好思考一下 菲律賓現在有幾個問題 小媽可是你真的慘了 為什麼呢 杜特地說 我們父子總共有三個杜特地 我們要參選議員 所以呢日本媒體就說 只要有一個人勝出 都會威脅到 馬可士的正確 更別說呢 19號的時候 沙拉杜特地 早就已經辭去了教育部長 跟反叛亂工作組的 副主席的職務 我覺得杜特地家族 跟這個小媽可是家族 徹底的決裂了 對 之前 因為菲律賓跟我們 一般的國家不太一樣 菲律賓是外殼是民主 就是選舉 外殼 外殼 這真的是外殼 相信我 然後但是菲律賓是 一百多個家族 他就像一個封建主一樣 每一個家族控制一塊領地 這樣子 所以呂頌島就有好幾個 十幾二十個家族控制 然後到這個 綿蘭勞島也都是好幾個家族 那其中有比較大的家族 像這個杜特地 就是屬於比較大的家族 對 明達納爾或者是像阿奎諾 那麼阿裕諾他們的家族 或者是像小馬可士這個家族 其實馬可士這個家族 後來有點衰敗 然後是美國人把小馬可士 從夏威夷送回來 然後他扶持了一個傀儡 那這個小馬可士 他就欺騙了這個杜特地 因為小馬可士擅長欺騙 他就欺騙杜特地 就是說要跟他結合 那跟他結合 他會延續杜特地的政策走 然後延續杜特地的外交政策 那杜特地知道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對於菲律賓是好的 對於南方的經濟發展是好的 對 所以就跟他結盟了 那不然的話他女兒 那時候要出來選 他民調還比小馬可士高啊 所以理論上講本來是不應該 他女兒讓給小馬可士的 那我覺得他被騙了 被騙了以後呢 小馬可士現在他 杜特地已經徹底知道說 他們被騙了 所以他們就決裂了 決裂了以後你想想看 杜特地他就擺明了 他這個家族要自己出來了 那現在的 因為他們開始擔心 小馬可士走他爸爸的路 要搞獨裁 要修憲 那就在美國的支持下 然後要在菲律賓去搞修憲 把自己變成這個獨裁 專制 終身制這樣子 但是問題就在 我覺得小馬可士的這個夢想 不可能實現 因為一百多個其他的家族 他們不會同意的 他們不可能 讓一個小馬可士的家族 因為他們知道連任兩次以上 十年 還是十二年吧 一年 五年 他就有可能 培養成為最大的家族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連連任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就是一任 是 所以小馬可士你看到 被美國在他最需要的時候 沒有站在你這邊 然後最近你看到這個 碰瓷了 17號的事情 碰瓷了 結果小馬可士說什麼呢 哎呀 我們又沒有煽動戰爭 也稱讚了菲律賓軍人 但是也說要跟中國大陸 希望能夠好好抬 然後最近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很慫啊 因為菲律賓這個特種兵 點讚歌最近出席了聽證會 結果就描述 仁愛昭戰鬥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被發現說 菲律賓你真的 被中國大陸海警船打趴了啦 然後呢你就發現說 現在你真的不安好心 比如說美國還可能把垂直起降 F35B放到哪裡 放到中葉島嗎 隨時要應對中國大陸在南海的威脅 這個我比較保留 美國如果真的把F35部署 到中葉島的話 我覺得這個中國大陸不可能容許 不得了 因為中葉島是中國的 不是菲律賓的 是你搶走的 如果你美國把你的這個戰爭武器 放在一個中國的土地上 中國我覺得不排除 會把中葉島收回來 所以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我們看到071 中國的兩棲登陸艦 還有075 還有075 都在南海 而且靠近中葉島的地方 舉行演練 其實這個都有 躲島的演練在裡面 也就是說必要的時候 如果你菲律賓一直往這個仁愛礁走 對 中國大陸也可能會把整個中葉島 就收回來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是菲律賓 他們故意釋放出來的假訊息 因為美國如果進入了 有爭議的區域的話 這個對美國來講 是處於絕對不利的地位 對 賴老師已經說了 在第一島鏈 什麼第一島鏈 早就沒有第一島鏈 因為中華大陸是碾壓美國的 那尤其是來看到說 菲律賓你有多大底氣 美國在你最需要的時候 也不在你旁邊 但是很會表態 比如說助理國務卿康達 不是訪問越南 就是說我們堅定支持你 落實這個不管跟越南的關係 還有跟你美非共同防禦條約的問題 但是越南沒有中計 越南最近可以看到 李強跟總理范明正進行的對話 然後雙方要好好的管經濟的這一塊 然後要落實一帶一路 還有兩廊一圈 然後最近就可以看到說什麼 他其實也希望你們好好談一談 就是菲律賓跟中國大陸好好談一談 我想問一下賴老師你怎麼看越南 越南這個國家因為左右搖擺不定 就是有的時候好像跟中國大陸比較友善 親善有的時候又親美 然後就對中國大陸很不禮貌很不友善 那現在的越南經濟面臨大的困境 越南的基礎建設嚴重的滯後 然後鐵路建設發展不起來 然後公路還有港口機場都不行 電力也不夠 所以他的經濟的發展已經陷入了瓶頸 他怎麼辦 美國口惠而實不至 然後美國的企業也都是看了一看 說你的基礎設施那麼差 我半導體需要大量的水 需要大量的電 還要有這個非常好的港琴作業 這個空琴作業 你都不具備 所以他們這些公司的CEO 雖然跟著拜登去了越南一趟 但是發覺這個地方不好投資 所以都不去投資 所以現在越南有一點問題了 越南現在又回過頭找中國 我覺得中國大陸一直把越南當成兄弟 可是這個越南這個國家 對中國大陸來講有點像義兄 或是義弟義友這樣 或是義敵 有的時候變成敵人 所以我個人覺得中國大陸對於越南來說 會比較謹慎 那麼在長期的投資 因為我們知道 基礎建設的投資都是很長期的 一定會比較保守一點 會比較謹慎一點 以越南這樣不可靠的國家來說 我倒認為大陸是會謹慎一點 對 賴老師講得很保守 因為之前越南針對要不要中國大陸幫他蓋鐵路 也是搖擺不定 最近我們就發現說他們有派官員去了中國大陸 希望能夠中國幫他搞基建的問題 但是賴老師說要再想一下 想更深一點點 另外再來看到說 中國大陸海景現在真的發威了 三海都不會讓你美國在那邊 魚去魚球 從東海 台海到南海的這一塊 那台海的部分 可以看到25號的時候 福建海警 對於在金門附近的海域進行了 常態性的執法 而且還要用台語進行 閩南語進行的廣播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其實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之前不是有漁民拍到094的潛艇嗎 然後最近又說 有6月20號拍到了052C飛彈驅逐艦 來到了台灣附近 而且是在中線這個附近 我基本上來講是這樣的 因為大陸對於南海 都知道背後是美國 所以大陸在南海的態度 是一直在升高 然後這個反制的力量 維權的力量是越來越強大 其實菲律賓的壓力很大 因為中國大陸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而且一打就要用絕對的優勢 你看這次就是用絕對的警力跟軍力 壓著你菲律賓 其實也是壓著你美國 然後美國 日本 加拿大 菲律賓 嘴巴畢僅僅僅的四艘戰艦 什麼都不敢幹 因為中國大陸擺出來的 而且不是擺出來 是準備隨時可以打的力量 比你還要強大 這叫做什麼 戰略藐視敵人 戰術重視敵人 所以在戰術上 那麼都是要站在絕對的優勢 那對於台獨呢也是一樣 對台獨你看在金門中 這次進入到五六海底左右 然後這個海警船這麼大 台灣的海警船這麼小 這麼小的船說要把人家趕走 這有時候是覺得有點笑話 然後日本那邊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四艘海警船進去 就把日本的漁船就趕走了 我想這個態勢都是很明白 也就是說你們要來鬧事 中國大陸基本上 你來鬧看看 鬧一次就擋一次 鬧一次就打一次 我覺得這個對於鬧事的 這些國家來講 他們走不久的 對 中國大陸衝返了海巡大骨 所以美國真的能夠挺到什麼呢 其實還是說叫你往前衝 但是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卻是往後退呢 我們發現說美國的兵力 不斷要撤到關島去了 所以在第一島嶺要無人機 無人暫停 這個能夠改變台海的局勢嗎 也是非常大的問號 那中國大陸反而 094白天讓你看到 還有02C也讓漁民看到 當然是瞄準美國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